一開始的時候 就會覺得柬埔寨的居民 都覺得比較艱難和不容易一點 很想特別去到柬埔寨 看看神如何在裡面工作 深刻的體會是 當去探望機構裡面的那群小朋友的時候 他們抱著你那一刻 因為其實我不是沒有接觸過小朋友的 但是很難得有那麼多小朋友圍著你住 就是他不認識你 只要一來就抱著你的腳 我是覺得 有一種感覺是覺得很新鮮 還有又覺得很溫暖的感覺 當地的小朋友很熱情 不斷抱著你玩 然後跑來跑去 追著他們 想跟他們的相處 很感受到他們的愛 還有都很滿足 我覺得最大的得著是 感受到神的真實 天氣 我覺得天氣其中一個都是很驚訝的地方 就是我們去到一個 可能進行活動的時候 或者真的在戶外的時候 真的不會下雨 可能坐車 去到酒店的時候就下大雨 就是我們在車那裡都會有祈禱的那些 就是覺得神是真的會聽祈禱的 還有真的很保守在車友的旅程 第二樣就是 搞活動 就是他真的跟他們玩的時候 我們要100%的肢體員這樣溝通 就是因為我們語言上真的溝通不到 對 那時候的擔心就是都會覺得 怎麼搞的 看到神也是很好 就是給了有一幫同工 就是同工是在我們 就是講指示的時候 就是我們只有可能說了兩句 就是他們會把那兩個變成十句 就是他們完全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就是他去幫我們 去配合我們 所以就令到整個活動都很舒服 有一點很重要 就是覺得感恩的重要性 有時候 其實我也覺得 我是都會感恩的 但是可能多多少少時候 覺得很多東西都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其實當你去到那些國家的時候 其實你有很多你擁有的東西 都不是人人都有 就是可能很多東西都是 可能添付給你 但是其實可能其他人 其實對於他來說 是一些很奢侈的東西 就是不單單是很物質 上面也很奢侈 而是那些可能 家人的愛 或者是貧貝之間的友情 都是很奢侈 對於他們來說 見到當地的小朋友 又沒有家 沒有父母的照顧 然後很骯髒 還有黑錢 去到有一個安全的地方 給他們住 去有愛 去可以去學習 還有可以去認識神 我覺得就很見到神的工作 還有都很見到神 怎麼去給力量當地的童工 讓他們每天都會很有能力 去服侍 我們去到家房的時候 就是我們去了十幾個家庭 就是去到垃圾山 其實都去了四五個家庭 就是那些的家庭 有九成都是聽過教的 甚至是有些是 直接有回教會 就是雖然垃圾山有些說 都聽過 但是就沒有回教會 原因就是 我可能要去賺錢 但是都會是 覺得很驚訝的是 竟然有這麼多人都聽過福音 就是 外講的時候 都有跟我們的童工去說 為什麼他們會聽過的 就是那些童工都說 他們會定期去那裡 有外展服務 跟他們聊天 讓他們知道神是什麼 就是 神就是透過這班童工 這樣令到當地的人 去認識到福音 就是這件事 就是看到神的工作 最後第六天 就有一個退休的環節 去收那個內容 就是關於 怎樣 去將自己的軟弱交給神 然後 我自己本身就 都 有這方面的煩惱 看到之後 就覺得 很中我的痛處 所以 很 有看會到 就是 怎樣去 將自己的 全部 將自己的 全心去交給神 不論是 好 還是 不好的地方 都可以 交給神 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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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